好 既然妳也不是她男朋友 妳只是她工作上的夥伴 好 我們最後讓妳說一句話 我請妳走好不好 因為妳哪也沒有意義的 妳對婚婚說什麼 來 妳現在馬上不要管 來 請說 我們支持妳 愛信 變信 妳管 妳馬上不要管 我不想再看到妳 下心下心 好了 那妳讓妳去看 妳就好嗎 人家就待下去 跟著那種更新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請陪審團 來擬一下我們的建議書好不好 如中 給黃上俊也就是薇薇一些建議 薇薇現在可能很痛苦 來 妳成長時候的苦 真的是令人覺得很心疼 但所謂的不男不女這件事情 妳真的不應該怪妳的父母 報復妳的父母 這樣子會讓妳受到更多人的批評 因為妳不是故意的 妳爸媽也不是故意的啊 妳也應該想到妳爸爸的痛苦 他現在的這麼的固執 也渴望妳的明解 雖然妳真的是很辛苦 再來我們給黃爸爸 登威先生的建議是 妳這個獨裁的爸爸 逆妳者王 不要瞪我 聽我說話 我是主席人 對 旁邊的人 他會保護我 但是妳確實讓我們的評審團 備受威脅 妳再怎麼生氣 再怎麼暴力 可是我們看到 微微似乎心意已決 也無法改變 妳可以不接受 但孩子不是妳的財產 妳不能收回 也無法毀掉 而妳所謂的同性戀的 狗男狗女的社會新聞 但是妳有沒有想到 世界上有更多的異性戀 在坐肩犯科 我們都不該以任何的個案 打翻一船的人 今天這一集真的很難 我們雖然還是改變不了 一般人對於 性像的刻板印象 但是想想看 現代的男人 很多人留長髮 擦指甲油 甚至去修眉毛 越來越中性化 我們都一步一步的 慢慢接受了 比較起前二十年 世界真的是在改變 所以我們只能保留一顆開放的心 因為你再怎麼拒絕 同性戀 第三性 或者是變性人 他們還是存在我們的身邊 今天的結論 沒有要黃爸爸改變 也沒有要讓微微改變 你們想想看 自己這家的關係 該如何繼續下去 那最後一段 我們希望大家來做一點真情告白 每個人把自己所需求的 跟對方講一下 阿俊阿 你如果 你如果 你以前這樣 國中的時候 這樣很單純 很乖 爸爸一定 會好好給你聽一聽 我的好法 你如果要聽 我都可以給你聽 但是你 希望你不要再加 再加一加 再加一加想要變性 我可以順利 我給你困求好不好 我做一個爸爸給你困求 你這樣不行 你好心 你什麼困難 你有什麼心來 我來你們想這些東西了 你過來 你肯放他要衝 你一天敢不來這裡 你嚇一嚇一嚇一 電視台我來就來 我去就去 我走就走 你知道嗎 你當作你們家 你不要再打他好不好 不要打 你推什麼 打到你什麼學生 你是我爸嗎 蛤 你是誰啊 你老爸啦 我認識你嗎 你擠得這麼大 是 看走就走 對啦 你敢不敢轉到 連老爸就無尊重 你電 沒關係 我們已經上了這麼多時間了 沒有辦法做一個良性溝通 我們覺得非常遺憾 我覺得我們應該看怎麼樣 講不聽嘛 像以前就講了 你現在要堅持自己的意見 你完全都沒有退步 像誰人說的聽 每個都堅持自己的東西 今天當然沒有辦法一個良性 怎麼可能 大家想看有什麼方式嗎 對 爸爸其實他... 你可以聽說你爸爸還是很愛你吧 對不對 是不是大家有意外 有沒有什麼可以退步的 有沒有... 爸 我拜託你 我去陪你 好啦... 你今天如果你要... 我拜託你 有什麼要求 我都聽給我答應你 你不用這樣 要給我控告 我好壞也是你老爸 是不是 他現在意思是... 你今天... 你如果說要穿女生 爸爸可以提供你 沒關係 讓你穿都沒關係 你要穿圓紙 你要頭髮要怎麼用都沒關係 你好心的 你讓爸爸比較好做人 是不是 他如果說有一天 他真的想要去變身還可以 沒有啦 我跟你說啦 暫時一段時間 是 因為說實在 人的意思 我也不可能說 一時我就去接受 是 這兩年的時間 去考慮看看 今天是他 不能跟他做第三性公關 是 薇薇 答應你穿女生的衣服了 也認定你是個女生了 以後你要變性再說 能不能不去第三性公關上班 可以嗎 好 我答應 好嗎 正所謂精辰所至 驚實為開 再頑固的巨石 也會點頭 變性 變性 或許真的令人難以接受 但是性別錯亂 又豈是當事人 願意呢 人生的許多無奈 不是可以用打罵 或是強求 就可以解決 需要的是 多一分的諒解 多一分的體恤 試著為對方著想 事情或許就能夠圓滿 祝福他們 常常講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每個家庭 並不想要介入 像剛剛那個黃爸爸 一直覺得 我們都沒有站著他的角度 去看事情 其實我們並不想要介入你的家庭 我們只希望能夠去理解 能夠讓你們的家庭 能夠因為講開了 反而能夠上事情的真偽 讓你們能夠更和氣 這是我們做節目的一個需求 當然我們希望三個人 能夠重新用時間來證明一切 能夠重新再做一個最好 最良性的溝通 今天謝謝你收看 我們分手的雷台 也謝謝三位評審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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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